字幕提供 身為北港人本來就是要參加這個生活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的生活 就一個心情 然後朝聖 大家自同道合 大家都要為 不然 老年好人說老年 就只要出一出 這樣出來 在外地 你也不用怕你孤獨 你只要說你是北港人 聊天無語中 你都可以 有意無語中 你都提出 說我北港人 很多貴人在這個實驗就會出現 因為只要有北港人聽到說 這都是港鄉的 無條件會幫忙到底 這就是我們北港人 比較特殊的地方 穿紅色衣的叫班人員 其實 這些叫班人員都是 媽祖的虔誠之光 他們沒有收到任何的一分錢 他們只要媽祖要出尋老金 各自請假 回到北港 北港人的韜客 那韜客 我們北港人的韜客 我們在路邊 所以他偶爾在韜客 你看到他就進來吃 北港人韜客 那韜客就是我們北港人的韜客 像過年 那我希望可以招待一些親朋好友來吃飯 然後就可以搬桌 然後請大家吃 因為以前農業社會沒有家家福多吃 現在可以看不到 因為現在每次吃得好 都可以吃得好 都可以吃得好 甚至沒有吃得來參加 以前是 希望這個機會 打打壓制 靠賞 讚妙 是安 台港人性 公告 hell 以前的人 不是你進去帳篷裡面吃 因為每一家都會在門口 每一家都會在門口 然後過客廳然後擺上桌子 然後你就看到他們那些廚師做完之後 然後就開始送菜 騎著自動車去送菜 然後比如說這邊 這條巷子搭一個帳篷 那就會整條街大概有十戶人家 然後都是從這邊出菜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不需要任何人去幫他規劃 它就是一個在地文化不可滅的文化 因為它就是只會一直延續穿成下去而已 完全它不跟你認識的是什麼 一家吃過家 對 要進去就是北港的好客跟熱情 那個參與媽祖落盡 其實這只是過程 只是來讓你感受一下北港的風景 這樣子 因為早期北港超天空媽祖回到梅州 然後回到從梅州回到台灣 就是農曆的3月19號 北港超天空延續早期的宗教文化 固定在美林農曆的3月19號、20號 媽祖的出境、繞境活動 歡迎來自全世界所有的信眾大德 來北港拜媽祖 來欣賞北港各種傳統文化 希望媽祖帶給各位 合家平安、大喜大利 你按其他六、七、六、兩、兩、四... 你怎麼... 去哪裡板著 阿弥陀他也有別人以前 你怎麼知道 有一些北港人都會長大 出外去工作 每天都會回來 因為這是我們的信仰 然後會有... 會有兩、三天服役很多人 我們的會員是事實 就是說 像我們裝一館 爺爺可能就是裝一館的位置 但是他目前都有感受之後 他可能說我們過幾點聽見 然後兒子領老之後 他也在過幾他的兒子 所以說我們是一代春的 一代春的夏日 可以肯定的是 所有教班的人 比如說每個人都不舒服 跟慶忠力一樣 不舒染 不舒服 就是每年三面四九二十 一年見兩天的面 但是感情可以很深厚 但是其實教班的人 不到會照顧自己 他會照顧別人 就是比如說你在講教學 那我可能看你 我宣報的人說 我會用我身體去幫你擋 那你不要以為說 只有我這個人在幫你擋 我後面還有一堆人在幫我擋 就一個擋一個一個擋一個這樣 就單純只是怕教班的弟兄受傷 但是自己會不會受傷 比較沒有那麼在意 我們這個傳承 就是說 新來的 我們所有老的 和我們所有幹部 都會盡量教他 到怎麼吃炮 怎麼受空氣 腳步怎麼走 這就是安全 因為我們北港的炮 都說台灣三大炮基因 我們做這個 古早這個文化 我們都把它保留下來 這樣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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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特色 他早上到晚上都可以在觀賞 可是在觀賞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因為草原公建立康熙33年 藝人一直以來都只有和尚在守的寺廟 等一下他會 還會開始用安座的意思 全台灣 全台灣 和尚在康熙33年 因為前康熙33年 媽祖在台的時候 是 勿必和尚 和尚在康熙 所以只有和尚 延續了300多年來的模式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從以前清朝時期 然後到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一直又很延續 還延續了他落進的模式 然後立到現在 對 那 因為像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發生過像黃花運動 那日本人當時 就把台灣的一些宗教活動 有做了一系列的塑星的整理 可是呢 草原公在那個時候 既然能夠 不在日本人的這個 蘇星的名單當中 以前我們北京 北京的媽祖教 就有所謂 我因為教 教班的人生存 跟一項教而已 很多人講不到 我後來就 教授一項禮罵 禮罵就像 禮罵那時候 可能是故羅的意思 出來鬧經 就兩項教 那一些 北京的壯頂 他在講教 這樣不知道大家講的 但是這兩項教 他就是不在講 後來 三個是因為 在那個日本時代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他就禁止我們台灣 這個廟會會外國 為什麼要禁止 可能怕我們台灣人最關鍵 你在廟會 他這個 無形的 零距離 很厲害 那日本人可能覺得 我讓你們這樣一直聚集下去 不得了 有禁止說 不可以繞進來 我想可能是跟他是有和尚住持 然後他是用佛教的一些儀墊 包括你看 從他的中古的 中古的消極的方式 像一般大家知道的中古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廟 廟宇的中古都會放在這個大殿裡面 可是呢 其實真正 在以前早期的一些佛室 或室院 很特別會有中古樓的設置 所以像在 那個 那個不是成龍 那個是中古樓 那讓他在發祖 尤其是廟裡面 就是他們的祖神 要進出的時候 這個中古樓才會特別大開 然後去交集 台灣還有和尚 這些東西 那影響了 可能日本人對他的觀感 那 所以他也是台灣少數 可以傳延百年 然後呢 沒有經過政治力 或者是經過一些因素 而改變的一個宗教活動 可能也日本人放棄了吧 他覺得鳳姐林在台灣人的民主信仰 好像不聽懂了 繼續出來有落境 但是周媽雞和李媽雞也沒吃飯 但是這張三媽雞 都一些比較用的 當初是他跟人經濟的時候 他就沒在把神經 他就出來 叫出來落境 所以年輕人氣不太好 所以 三媽雞就開始放棄 我怕的是放棄雞才在放 現在有賺到錢 拜拜 有賺到錢的人 今年放棄雞 每年賺到錢 他就再放棄雞 一年加了一些 一年加了一些 放到買了 我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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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這裡 坐下 坐在這裡 坐下 有賺到哪些 上單 空間 飛鏡 回家 你怎麼會那樣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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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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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